各位同学要晓得 单靠念佛不能往生的 发菩提心一项专念 发菩提心没有了 只有后头这个一项专念 一项专念不能往生 你一定是要最完整的这一句 一定要发菩提心一项专念的 发菩提心没有一项专念不能往生 也不能往生 那是善心 那是做一些好事 当然大概古报都在天上 这个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 有菩提心没有一项专念 大概都是天道 如果是没有菩提心 一项专念阿弥陀佛 最多最多也不过是欲界天 色界天没份 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 如果一项专念里面 还夹杂着名文力 还夹杂着自私自利 也就是一天念二十万圣佛号 还是堕杂着自私自利 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是乾隆时代 慈云灌顶法司说的 你们看看灌顶法司 大师之源同章苏超 那里面就有了 我是在学生时代 读到这个苏超 我感到很惊讶 让他讲念佛 一种不同的国报 第一句呢 就是念佛堕阿弥陀余 我就很疑惑 念佛是好事情 怎么会堕阿弥陀余 我就拿着这个本子去问李老师 李老师一看的时候 这个大问题 他说我不给你一个人说 我讲经的时候跟大家说 我们一会再想 一百条最后一条 是上上平往生 看你用的是什么心 你拿着这个佛法 欺骗众生 图自己的灵魂力 都阿弥陀余 这个我们不能不晓得 念佛是好事情 一定要看他用的是什么心 他的用意活在 他用的是什么手段 他的目的又活在 这个里头有邪有震 所以清净平等心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 去锻炼 优优独播剧场——